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時大家經常顧著工作 很多時候都會忘記喝水 然後喝得不夠水 而我本人也是這樣 令最近皮膚又不好又乾 眼睛又激 加上我最近想減肥 所以我決定了給自己一個健康挑戰 每天要喝夠2000ml的水 GO! 經過我二十幾年的經驗 我知道靠意志力去達成目標 是很難做到的 所以我今天決定找智能保溫水樽幫幫我 在APP上設置了2000ml 每天喝水目標 我今早已經很乖喝了 86ml的水 他說我已經達成了 100%的目標 我現在再喝水 他就會感受到我喝多少 看到嗎? 現在他就變了 繼續上 我喝多了大概100ml 就馬上變了13% 除了APP會顯示你喝了多少水之外 其實螢幕看到嗎? 也有寫著13% 你就可以知道你 今天已經達成了大概一成多的飲水量 再設定那個飲水提示 我就去工作了 我已經在APP上設了一個大範圍 每天早上起床都要喝一杯水 現在再在水樽設定 嗯...兩個小時之後喝水 嗯...兩個小時之後喝水 好了 嗶嗶嗶嗶啦 大家看到嗎? 這個褲子有一個顏色 這個黃色就是暖熱水的意思 我建議大家一定要喝暖水或者熱水 但又不要太熱的水 特別是女生這樣就不會傷身了 最近我還有養生吃中藥 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要一些特定溫度去沖中藥 奶粉或者蜂蜜水那些 看到水的精進溫度真是很貼心的 說明是健康challenge 當然要做運動work out from home 我做運動最喜歡就是戴無線耳機 又輕又不會掉 好累 不行 最後要找到要喝水 給大家一個提示 大家喝完水之後 蓋上蓋子 之後那個溫度 喝了多少水 都會感受得更加好 除了要喝得多水 都要喝健康的水 過了8個小時 水樽就會有過期提示 大家就記得不要喝 一起做個健康寶寶 好了 在現在IoT世界裡 這個智能水樽 每天都會提醒你何時喝水 以及會標示 你喝了多少水 所以你不能再抵抵 唉呀 沒有人提醒我喝水 這樣 如果經常忘記喝水 記得找一些小法寶 來幫幫你 如果喜歡這條片 又想知道更加多的資訊 就記得follow我 和OMAX的Facebook IG和Youtube 還要記得like subscribe和share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